锁定台是新闻台 来看到国民党2024总统会提名谁呢 西美市议会国民党团敢以书面质询 让侯又宜今天不用进议会 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布局 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则是前往高雄 跟国民党明代参序 把装意味相当浓厚 另外由商会跟产业界邀请郭台铭演讲 从他这一次的竞选理念 经济和平清廉 也提到他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很熟的 轻松的话题 郭台铭的绯闻心情很不错 因为在这场高雄举办的演讲 由产业界和商会联合举办 受到热烈欢迎宛若造势大会 两个小时的演讲 郭董偶尔切换成台语 用信仰拉近和民众距离 郭董头头不绝 讲到两岸不要战争要和平 还主打经济和清廉 怒批疫情严重时 想帮忙买BNT疫苗 却被执政党怀疑有政治动机 所以我才签了一个东西说 我写一个承诺书 我可以全家移民 但那时候没有任何选举 话锋一转强调自己国际朋友不少 真巧侯友宜才刚去完新加坡交流 新加坡的李显龙我很熟 人家说为什么不去新加坡 李显龙太忙了 他一定要请我吃饭 我不要去麻烦人家 较近因为不在话下 这回他二度南下高雄 也和议员立委你参选人们参序 被认为韩粉是他要争取支持的对象之一 这是我个人立场 只要是能够赢回2024 捍惠中华民国 我们都支持 韩粉 柯粉 甚至于猴粉 甚至于赖粉 只要他们支持经济 我是和平 相较于新北市议会 国民党团改以出面直询 让侯友宜周一不用进议会避询 有更多时间布局 郭台铭则持续南下插旗 从来因坚困选区 向国民党汉化 他在中间选民里很有吸引力